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妈聊天室 这里没有太多的教条原则 这里只有妈妈日常生活大小事 英少老师 我看你照顾三个小孩 请问你们家还有照顾别的毛小孩吗 毛小孩 我觉得我家三个儿子随时都在炸毛 算吗 这应该还是不算 人家有那种非常棒的 根本就是超越我们的小孩的亲密的关系 对 宝贝 甲虫算不算 算啊 这算啊 甲虫算是不是 算啊 鱼算不算 鱼当然也算啊 蚕宝宝到底算不算 也算了 拜托我 那有啊 怎么可能没有 真的哦 那你的经验会是什么 我可以保持沉默吗 我有没有肩默拳 有有有有 好 那就由英少老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可是这个敲碗非常这个久的 好不容易敲到这两位来宾的这个时间 是 我不晓得这个现场的观众朋友 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有没有觉得老师今天有比较严肃一点 其实今天呢 有很特别的嘉宾 但是这位特别的嘉宾呢 是别人家的宝贝 是 那等一下由她的妈妈自己来介绍 那我们今天呢 要介绍一下 按惯例 我们的节目就有两位嘉宾 一定是一女 一男 那我们 是 我们就从女性开始 那今天我们的女性嘉宾呢 陈嘉莹老师 那她目前是一个孕妇哦 哦 我们特别喜欢有人怀孕中 是 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 表示我们的国家又有一个生力军即将参与 那这位嘉宾老师今天除了她肚子里头的宝贝 陪她来录影之外 她还带了一个他们家 宝贝 宝贝 对 宝宝贝 来 我们欢迎嘉宾老师 嗨 老师好 老师好 我是嘉宾 在我的宝贝在后面 叫做绿绿 哦 绿绿 绿绿 绿绿是男生还女生 她是女生 哦 绿绿是女生 那请问一下你们家里只有绿绿吗 还有一只小绿 他的弟弟 还有一只小绿是弟弟 所以今天是姐姐出来 他们没有办法分姐弟 他们就是绿绿弟弟跟 绿绿姐妹妹跟小绿弟弟 哦 所以没有办法分 对 他们同一胎的 所以他们同一胎 哦 所以两个 他们是软生还胎生 对不起 老师的生物真是不好 他们是软 所以是他们的妈妈一口气掉下了蛋来 掉下了大概40颗蛋 哦 敷了几只出来啊 大概八成会成功 OK OK 那两只在嘉宇老师的手里 对 其他的我不知道了 他们几岁啊 几岁 目前在他七月份大概七月中的时候会满四岁 哦 也就是说他即将升格为姐姐了 因为您的肚子里现在有位小宝宝正要 对 宝宝 宝宝大概六个月 六个月 最好 好 所以就是绿绿姐姐满四岁的时候就会正式当姐姐 对 差不多 恭喜恭喜恭喜绿绿姐姐 是 好 那当然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最吸睛的来宾 其实是介绍完了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男嘉宾 是 是 是 因为他是今天唯一的男性 对 不能被冷落下来 是 我们的方世华方先生 世华跟大家打招呼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方世华 我今天是来代表男性这方面的 可是我记得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世华有跟我说 其实你今天是以妈妈身份受邀 人生 我们世华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先生跟爸爸 他之所以会这么好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公司就在住家的楼下 等一下 主持人刚刚讲的话是主持人的观点 对不起 这样的老公永远也是别人的老公 对不起 神队友 他也不可能变成我们的老公 对 所以别人老婆解读别人老公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要讲的是后面这一段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外人的看法 其实他们家的内人不一定是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好吧 那待会如果有苦处的话 你就公开申诉 那这样子到时候 府上的家长 正式的家长 实质的家长 对 他说不定可以有一点点理解你 他可以留言 可以在我们的频道留言一下 我怕我们得保护他 哈哈哈哈哈哈 人家里只管说 眼泪会飙出来 眼泪等一下会飙出来 没关系 我们绿绿姐姐会安慰你 哈哈哈哈 真的 跟我们家那只有像 跟你们家那只有像 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 刚刚美琴老师一开始就谈到了毛小孩嘛 没错 那咱们绿绿算有毛吗 不算 他没有毛 他没有毛 但是我们世华先生家的宠物绝对有毛 跟我们说一下你们家那只国民天王还天后 我养了一只公的白柴 白色柴犬 然后其实我之前也养了很多猫啊狗啊 在从我记忆中开始就一直有宠物陪伴我 哎呀怎么这样呢 什么叫做从记忆中 因为我这时候真的要澄清 这个世华呢 他的家里头的家长目前没有怀孕 因为他们已经有两个儿子长很大了 现在要怀孕只怕也是神机了 可以选别人替代 我看你们两个人找别人替代 对他们家有两个儿子 所以你说刚刚讲说只有宠物陪伴你 所以宠物是你自己想养的就对了 就大部分的情形是这样子 OK 一般家庭都是小孩 对 都是小孩吵的要养 可是那个我两个小孩成长的过程当中 其实好像也都有宠物陪伴 所以他们不需要去跟爸妈要求说他需要宠物 还是你就当宠物了 他们把我当宠物了 我小孩把我当宠物 OK 所以我已经习惯有这个宠物 而且也不会认为他是很奇怪的第三者这样子 对 对 就自家人啊 OK 原来是这样 因为我其实跟施华认识很久了 我一直到他们家有国民天王采财 麻吉之后 我才开始注意到他们家其实是有宠物的 因为我觉得台湾好像现在很流行耶 对啊 我觉得每个养狗的人家都会有一只柴犬 我不晓得我的想法有没有错误 理解有没有错误 对 柴犬是这几年就很红 我们会看到甚至很多商店的商标什么 都以柴犬为一个 真的 作为它的象征 那柴犬也是一种很奇怪的种类 它就是跟一般的狗比较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它特别有个性 可是我觉得我看到的柴犬都好乖耶 那是没看到 你没有养过啦 我就有看到嘛 就是别人家的老公我们都用看的啊 刚刚就讲了嘛 对啊 所以别人家的柴犬你也是用看的嘛 真是每次看到都很乖 哪里叫个性 什么意思 其实像我们家那只柴犬它就比较奇怪 它就是 有人说它就像猫 猫 它也不太会黏主人 有的狗会非常黏主人的 而且看到陌生的事情或什么 就会一直叫 像我们那只从来不叫的 嗯 它刚带回来的几个月有一阵子 我怀疑它是不是没有办法叫 所以我就捏它 捏得很用力 然后它就挨了两声 就那两声证实一下 对 再也没挨过就对 没有 它后来就除了说是碰到那种 就是很大的那个 就是不小心踩到它的脚 它就甘一声这样子 对 是品种的关系吗 还是 它们家那只柴犬我特别要强调 它是白色的 我大部分看到的柴犬 都是棕色的 是是是 那只是白的 没有像市面上白色柴犬其实也很多 但是白色柴犬一般来讲的话 我后来还知道说它是因为基因上的缺陷 所以在国外的狗市场里面 白犬反而好像是比较便宜的 原来是这样 那台湾呢 这个我没有特别去比较 因为我当初是带我儿子 然后我们经过宠物店 然后就看到那只幼犬 然后两个就说 被勾住了 对对 就像那个小只的北极熊一样 是 当下就被勾住了 我们两个就在那边 如果考虑又考虑啊 看他妈会不会讲什么啊 然后我就后来就决定把他带回家 你们没有请市家长吗 那个大市他决定 这种小市由我决定 就可以了 就那一只就记在你名下就对了 对 对 了解 所以这个羊宠物 真的有时候要一家人 大家都 对 要非常的接受 所以 对我也想请教一下佳颖老师 对 您的这个绿绿跟小绿 您先生有意见过吗 嗯 我们还没认识之前就有他了 哦 OK 所以 所以你现在是小王 是 不要这样 小王今天在现场 因为我们这个佳颖老师又怀孕 又带了这个巨型宠物来 是 是 所以他们家的这个巨型的老公 也在现场 对 有机会就可以请那个老公 我们最后让他上来跟我们说个哈喽 最后 是啊 最后 最后我们要关机之前 主角还是略略 不是 我们关机之前让他上来一下 搞不好就剪掉了 好坏 所以 他是先认识您 可是他认识您的之后 就知道您手上有 对 我有跟他说 哦 所以一认识的时候就讲 有 可是知道是一回事 看到是另外一回事 对 所以他知道他能够想像他以后 要跟两只蜥蜴睡在一起吗 呃 因为我现在是 他长大了 所以就让他在我的教室 这是我的普及班 教室里面 然后空间也够大 让他在那边生活 然后放养 可是 呃 会偶尔带回 偶尔带回家 对 也就是说 呃 老公并不需要 对 他不需要跟他日夜上班 哦 太好了 我们知道这是真爱 真爱 是谁对谁的真爱 老公对他的真爱 我以为是 佳莹对老公的真爱 才把他的宠物放到 补习的教室去 要我的话 知道说这样子 我可能当初 开始认识的时候 就会抹补一点 我以为你要跟我说 你老婆本身也是属于这种特殊稀有种的 她虽然冷血没冷到那种体会 这个一定 我觉得这一集 不知道能不能播出去 很激报 没事没事 等一下介绍律师给你 不会啦 你认识 对对对 我认识一个很好的律师 许律师 是 很激报 我们请佳莹讲讲看好了 那个律律跟你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尤其佳莹事实上是我认识很久的学生 那些已经像朋友一样 你家都当老师了 对啊 真的是很棒的一位老师 那佳莹自己也有翻转读书会 那这个部分 其实请佳莹老师也来聊一下 这个当时候 这个养律律跟小律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好 因为我就常话的说 就是说她其实 大家应该在新闻上看得到的律列西 就是外来种 那因为我要养她之前 刚好我考虑了三年 我做功课做了三年 因为她是在最红的那时候被我看到 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绿色 然后又很喜欢恐龙类的东西 所以这种就很符合我的那种想象 完全是 完全是 然后我喜欢的是她大肢的样子 对 我现在觉得她看起来好过瘾 可是她很小的时候只有大拇指 很难想象 就是这样 所以你带回家的时候就这么小吗 很像壁虎再大一点 对 所以其实小时候 不小心就压紧就没了 然后她会串逃 对 然后 我会被蟑螂死了 是不至于 但是就是你要摸她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想 你可能就会有点点想到壁虎 对 我是不会怕 可是她在串的时候其实蛮可 蛮恶心的 就是她很软啊 身体的形跟颜色还没出来 她是很绿超绿的 就像背板这种绿 她现在正在看 对 她现在正在看 那她是 其实就是那时候三年 大概我考虑了三年 那中间做了很多的功课 因为毕竟她是外来种 然后就 我们想说要怎么去养她 因为她的大小其实 落差非常大 是 从这样子 然后到 现在我们看到 还可以再大 我可以问一下吗 是 你跟你先交往的时候 你有对她做功课做三年吗 没有 对不起 我吗 这是真爱 她就是人类嘛 对啊 人类不是更需要做功课吗 人类就 对 我替男性争取钱 是 她基本上我 一见钟情 我就做了很多功课啦 但是因为台湾的资讯 真的非常少 是 那中间可能还要上 上国外的网站 去看一些文献 去业图 对 所以就是光是翻译 就翻译很久了 所以还花了很多时间 我真的也很用心 要做功课 那因为刚好三年后 有一度就是气凉潮 就是造成到现在 大家在猎捕他们 是 对 那其实我自己是 我不是所谓的动保人士 但是呢 我的理念就是说 我也是也是接受就是 或者是说赞成说 就是她被就是管束 因为他们没有天敌在台湾 对 所以他们其实 他们繁殖力很强 是 你刚刚说嘛 40颗蛋 是啊 然后有七八成都是可以孵化成功的 它是可以孵化的 所以抓不及她繁殖 真的 所以其实我是赞成的 可是我要也是要 顺便刚好节目 可以呼吁一下 就是说 也不能够又是 因为很多人他是用 都觉得他就该死 所以他们就是虐待他 对 所以之前还有就是 有人塞便炮在嘴巴里面 就是 其实那就是已经 便相在虐杀了 是 对 那政府的做法可能就是 把它冷凍 就是让他安乐死 安乐死 那个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可是很多人 他们会用自己 就是 成那种 这种猎捕的心态 是 然后他们可能就用猎枪 狙击枪啊 去杀他们 OK 可是那个就有点变相 是自己在满足自己的 猎杀的欲望 是 那就是 那个是不一样的意思 OK 那因为刚好就是 我赶上了最后 政府他的最后一批 就是 就是他的那个 开放登记的时间 哦 所以他们是有证照的 哦 他们是有证照的 哦 他们是农务局有认证 有身份证的 所以他们每半年 就会激查一次 OK 对 对这个养宠物这件事 这很重要 真的常常就看到 有些人真的就是 用非法的走私的管道 是 然后去饲养一些 特殊品种的宠物 对 可是又逞一时之快 是 之后就又弃养 或者是放养 对 甚至于还有一些是属于 刚刚嘉莹老师讲的虐杀 对 其实真的是 不太 不是不太好 是不好 是真的不好 而且这也是生命嘛 生命教育 对 对 因为像他的状况就是说 他们其实 他们那时候单价很高 可是因为他繁殖很多的时候 就不嫁了 有 然后他有一个重点就是 他们小时候很可爱 很小 很绿 可是他长大个体化的差异 他可能会 而且个性不一样 是 真的每一只个性都不一样 所以 就像人一样 绿绿这样算是美的吗 呃 他现在这个很美 OK 就是他们个性真的差很多 像他的个性跟我另外那只小绿 的个性就是天差地 一个 他们虽然都会 都有水性 可是他们 像他就很怕水 哦 从小就很讨厌在水里面洗澡 泡水 很紧张 很紧张 因为那只小绿男生 就是放下去 他整个潜到水里面 躺在那边 就是整个很 所以如希得水 对 如希得水 如希得水 他们两个是很有个体差异的 就是个性 所以可见 所以有的人 对 他会觉得很可爱 可是长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个性开始显露的时候 可能跟他预期的不一样 不一样 可能比较凶 这就跟我们养小孩一样嘛 对啊 爱个小孩不能气养 对啊 所以他们一般的平均寿命是多久 他如果养得好 大概20年以上没问题 20到25年 所以养宠物尤其像这种比较特殊 对我们来讲比较陌生 其实狗也会对不对 猫跟狗像这种很一般般的品种 也是性格会差很多 差很多 因为刚刚世华有提到说 你养过不少只嘛 是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我觉得养宠物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好 所以我在养这只之前 我其实还有另外养了一只长毛鸡娃娃 长毛鸡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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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在大了 我們不要說狗啦 我們如果養小孩 如果半夜裡哭 你也是 不要說哭啦 是打小孩 真的啊 都聽到 你剛剛講了真的 我小時候聽說我只要一關門 我們對面呢 他是那個大學校長 他們夫妻 兩個人聽說會來我們家趴在門口 想說為什麼你們要關門 就是發生什麼事 他們都要聽聽看有沒有孩子要哭 那有點太誇張了一句 可是他們每次都跟我們講 很關心你們 對 會關心 我們家的那孩子真的男生小時候都在判斥 那這個部分 當然在飼養之前 不曉得他會不會這樣子的一個 對 就是不知道 但是就是你帶回家之後 像我之前那隻急娃娃 我帶出去 他就會很乖的 就說我坐下來 他就坐在我腿上 然後旁邊的人就很訝異 就是說他完全就不叫不鬧 我現在本來我覺得今天 跟我們本來的預設其實有點不一樣 本來都想說養了毛小孩 會不會家裡頭就是大人小孩 大家蹦蹦跳 對 結果現在聽起來反而是家長的療癒 對啊 真的 反而是救贖 對 真的是這樣子 就我養過寵物的經驗 我養寵物的經驗 都還不錯 那像我兒子現在在國外讀書 是 他每次跟我LINE 或是跟我那個 先問那隻狗好不好 不問我好不好 有一陣子我確實也覺得有點刺蝟 我就說 你把你老爸當得比那隻狗還重要 你要知道提款機只要能吐操 他就是功能正常 對 但是狗狗不一樣 對 那也是一個療癒 對不對 小弟 對 我們就直接就是像我現在要叫我兒子去餵他 我就說 你弟弟沒飯吃 你趕快去餵一下 對 真的是自家人 好像真的是這個樣子 只是我在想 因為這貓跟狗 我們畢竟是比較熟悉 那了不起可能就知道說 掉毛不掉毛的 對 可是問題是像 您的這個佳穎老師 寶貝出來之後 他們倆會不會吃味啊 他們基本上不太會 你還沒試過 因為我知道是很多小孩 所以他其實跟小孩的頻率 他們其實是非常喜歡的 他其實不太 反而看到大人有時候比較飄行大汗 像我先生比較高 接近的時候之前 他可能會比較警覺一點 可是因為孩子都很愛 所以像剛剛我們在棚裡面的時候 有工作人員想跟他拍照什麼的 我都會先跟他說 你先放低一點 就是你要壓低一點 像小朋友的高度一樣 然後我會把他舉高一點 對 就是讓他比較感覺他是高的 看得到你 他可以俯視 所以可是小孩的聲音音頻 他是 他是喜歡的 因為他們就像小Baby一樣 他們喜歡高頻 像我中低頻的 我都會高八度跟他講話 很冷 自將他喜歡 對就是會變深啊 原來還有這樣啊 佳穎真的研究得很透徹 他不然就是了 所以其實佳穎老師在 在飼養綠綠跟小綠之前 其實是做了非常多的功課 其實我這句話我就要呼應 美琴老師因為是幼教老師 他在我們的節目裡頭 每一次都會特別強調 他要懷孕的整個過程 到他養育孩子的過程 是 我們也要做很多功課 讀很多書的 我現在真的同意 我家二兒子的說法 他跟我說媽咪 你完全沒有規劃的亂生小孩 而且沒啥規劃的 就亂養一通 你看的書呢 其實都不必要看 你該看的你都沒看 這邊也有一個是這樣子的 我們兩個同一國 我們兩個同一國 天啊 所以真的耶 原來真的 要有系統性的照顧 或者是照顧我們的寶寶 或者是我們的毛小孩 真的真的 而且我之前有發現 我記得今天要來上節目之前 我真的做了很認真的小抄 我一定要看一下 我就說大家都養了什麼寵物 我也就說除了貓 狗 鳥 真的好像很常見 魚很常見 魚啊 還有鼠對不對 對啊 還有竹鼠啊 對 還有什麼烏龜啊 甲蟲啊 兔子啊 蛇啊 豬啊 我前不久還看到狐猛呢 有有有 有人開始養狐猛了 真的真的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 那不是都在卡通影片 才有的動物嗎 怎麼會出現 就在公園裡頭散步了咧 還拎著一條繩子 對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說 其實我們真的很容易 我每次看到人家家的狗 我覺得很可愛就想養 貓可愛又想養 而且我都喜歡那種小小的啦 然後毛有很多長長的 我兒子他們都跟我說 你先讀幾篇報告以後 再來決定好嗎 的確 所以我就真的有讀了 所以我才知道那長毛吉娃娃 其實 它很容易掉毛 包括我現在養的 就是在白柴犬 它在換毛季節的時候 我們就是滿屋子這樣 隨便這樣撈就可以抓住一球 對 你看 我兒子 他真的能夠接受耶 我兒子就跟我講 你真的沒有啥寵物可以養 你就小孩加姐養三個就可以了 所以他們跟我說 你一定什麼都不能養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 其實很多 我也遇過很多的朋友 都是為了孩子鬧著要寵物 其實我們家孩子小一點的時候 也的確有鬧過 對 可是我那時候沒有閒情雅致欣賞 因為我就覺得 主要是你就負責養三個小孩 真的 就忙得不得了了 屬老虎 屬龍再加屬豬 你看 我家裡什麼 什麼動物都有 什麼動物都有 對啊 對啊 所以我那時候根本沒有想過 我都覺得說 等你們能負責再來 是 可是我就發現 孩子他能負責的時候 就是他長大離朝了 長大的時候 那離朝了之後 那誰養 所以我自己就動心起念了 對 可是我兒子他們就阻止我 我現在聽完了 我覺得我也應該洗一下那個念頭 不會 像我現在 我兩個兒子基本上 也不理我們 是 然後我經常如果是晚上一個人在家 我覺得那隻狗給我很大的一個慰藉 可是毛怎麼辦 不會 那毛就 你有些事情總是要忍受嘛 對不對 那不要說我在那邊看電視 他就會慢慢的晃過來我腳旁 然後就會躺下來 真的是一種療癒 然後靠著你 天啊 我怎麼覺得老婆的工作都被那隻麻糬給替代 難怪你 難怪你在家 我真是無言 不好說 不好說 對對對 忽然間發自內心的感慨 幸好有麻糬 對 所以原來寵物為什麼可以讓 好像這個是從人類有歷史開始 對 真的 就開始有寵物 而且大家會去 是很重要的 真的很重要 但是我還是就真的我自己很多經驗 反而是那個毛小孩或者是說帶來的不適感 我記得清晴姐講過你們家的不適狀態嗎 我們啊 我們 好像是你們家爸爸 對毛 對 因為我們小朋友就一直想要 然後吵著要養毛小孩嘛 然後結果有一次呢 真的就有一個機會啊 我有一個學生 他說他要出國 然後要把毛小孩送到動物旅館去 我說不要不要我們家就可以 我們家就可以了 你就給人家寄放 對 寄宿家庭 對 寄宿家庭 難得嘛 總要先適應一下嘛 就 體驗一下 對 體驗一下 這怎麼很像同居試婚啊 會不會又太講得太open了 這段要剪掉嗎 還是要消音 不過的確是需要讓孩子體會一下 是 但結果我們發現 哇 我跟我孩子都非常樂在其中 唯獨我們家爸爸 躲在我們家遠遠的角落這樣子 我們說 你怕寵物嗎 他說不是 那我說 那到底為什麼呢 他怕那個味道 對 每個毛小孩其實都有自己的味道 我剛剛想的都是毛 是 結果你現在講的是味道 味道 所以也不是糞便嗎 完全不是 人家說清乾淨洗乾淨 完全不是 體味的部分 那我在想說 是不是我把它 這個洗得不夠乾淨啊 總還是有一些遺漏的地方 我就還把毛小孩帶去 這個讓人家洗香香 美容 你這個技術家庭服務也太好了吧 拜託總要給人家照顧好一點吧 到底是寄幾天啊 寄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洗幾次 是 根本就是兩天就洗一次了 天啊 請問一下洗一次要多少錢 忘記了 現在最便宜的大概要五百 要看大小 看大小 小型犬 小型犬大概三百五四百五 不含簡 不含什麼 就單純的洗這樣子 是是是 我們那時候真的是中型犬 而且又是彩犬喔 它真的是很有個性 彩犬是中型還小型 對不起 應該是中型 中型 中型 這個算 這個算 中型 它算中型 所以也就是說中型犬的大小就等於 它在hello了啦 你在叫它它在hello了 綠綠好 是 它在hello了 綠綠 吃飽了喔 看起來心情不錯 它想要往上爬 對 哇 它站起來你看它的後腳其實很有力 很有力氣 綠綠 你看它站起來 它想要探索一下 是 它轉向耶 我們所有的鏡頭今天都在他了 都在他身上 對 今天咱們打扮得多美都沒有用了 對 欸 不用擔心 可以摸 可是你不要倒著摸它有倒刺 你可以順它 但是不能逆它 它雖然眉毛但是你要順毛摸 還是要注意一下 我勇敢的坐在這個位置 這就是福利啊 可是像我從這邊看了 我覺得好像是蛇喔 對 它就是爬蟲類 對 然後你看它後面有時候看上青蛙 就看下鱷魚 是 幸好我對這些動物其實是沒有不怕的 對 沒有很怕 你看它這個被家瑩照顧得很漂亮 很漂亮 對 真的耶 我們家裡有一隻毛小孩 我媽媽領養的 哇 所以你們家裡有狗狗 我們家裡有狗狗 就是媽媽領養的 對 那但是他們可以相處嗎 可以在一起嗎 不行 真的喔 他們沒有從小在一起 所以他們就會 他們就會有點就是物種不同 他們會偵測得到 所以就沒有辦法相處 沒有辦法 我們會怕 怕他們會打搖起來 從小就可以嗎 從小就可以嗎 有很多寵物是這樣子的啊 國外有些是 是貓跟老鼠一起養的 對 難怪會看到有些IG的影片 貓跟狗 可以玩在一起 對 他以為是同樣物種 對 或者什麼小兔子 跟誰在一起 這個是很多 我覺得應該是動物的天性 是 你小時候還沒有審美觀點 你長大了 放在一起覺得對方真醜 這是用審美來說的嗎 是跟我們的小朋友是一樣的 對 小朋友沒有那個嘛 你天生就是沒有灌輸這樣的觀念 你就覺得什麼都OK 那我們兒子從小一起 都打成一團 那是怎麼說 所以其實在幼教的觀點就是 像媽媽在懷孕第二胎的時候 哥哥姐姐就會開始一些退化行為 那很多的爸爸媽媽不知道 以為說你明明不用包尿布 你怎麼還在尿床 事實上他就是有點討拍的行為 那就是很多時候他就退化 那媽媽就知道說 其實要多一些愛心 給我們的哥哥姐姐 而不要認為他是兩歲 就是說你已經是哥哥 那年輕是姐姐怎麼還這樣子 事實上要反過來想 他也只有兩歲或三歲 這個我同意喔 對 我相信我家的兒子們 應該沒有機會來看這種媽媽節目 我真的要偷說一下 我生老三的時候 老二已經八歲了 我以為八歲是很成熟的嘛 很成熟的年輕 結果沒有耶 他也跟我要了一顆奶嘴耶 這樣對嗎 真的 真的 這真的是 因為他就是 對 我當然也是給了他 我心裡想 有本事你給我含著出門試試看 不過當然他 可能我有給他 他也就滿足了 滿足了 對 所以原來八歲也不行耶 是 他其實是在討拍 就覺得你的注意力都在弟弟身上啊 對不對 所以我遇過 有些家長會跟我說 他們想要再生第二胎 可是想等老大再大一點的時候 對 比較能夠怎樣怎樣 其實沒有喔 並不是喔 對 並不是 這都是一個孩子的天性 那也 我覺得也要呼籲爸爸媽媽們 不要認為我的孩子夠大了 應該可以照顧弟弟妹妹 你沒看到媽媽現在懷孕那麼辛苦嗎 等等之類的 對 這真的真的 對 不是先出生的就會變成那個 可是問題是來了喔 我有學生啊 對 對 這個本來是養狗 然後後來有了孩子 你在聽說養動物可以招 招小孩 招小孩 對 真的耶 因為他們等了很久 等了寶寶下來 對不對 對 他們就每天跟那個狗大哥說 弟弟要出生了 以後你要幫忙照顧喔 就這樣一直講耶 一直講 真的耶 狗哥哥 真的會幫忙 take care 那個小 baby 對 有個聰明的狗 他們會做這樣的事情 真的會喔 會 所以那個不是因為特殊狗種 對 並不是耶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也是一個 可能也要把他納入家裡面的一份子 就是跟他一直多講話 就像佳穎老師也是都一直有跟綠綠講話 每天都在講話 對 每天都在講話 所以我們也期待這個綠綠再來可以很自然的接受小 baby 對 你會幫忙餵奶嗎 綠綠姐姐 我真的看過狗狗會服奶瓶的耶 我不知道那是IG裡頭的那個 特效 有的 還是真的 很少部分的他有訓練過 他可能會做這樣的事情 我每次看得很高興 我先生就會跟我說 你自己學媒體學傳播的 你怎麼會相信這樣的畫面 不是這跟相信聖誕老公公是同一回事 對 我真的覺得寵物的故事真的很神奇 對 其實像現在我有時候難免 有時候我自己會有點小小的遺憾說 我的家裡頭 在孩子成長的過程 因為我手忙腳亂的 care care不過來 那所以我就沒有真的有過那種 比較大型一點點的寵物 寵物的經驗 也是有啦 魚跟甲蟲 對啊 他有餐寶寶 不能當成 一般般的寵物 可是我真的有點小小的遺憾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們 我們的家長們 如果有機會 那你的孩子 他有跟你要求要寵物 其實何妨喔 就是一起努力一起學習 不過真的做功課 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像家瑩因為要養一個 大家比較不認識的寵物 對 我們可以花了三年的時間 三年的時間 說是博士也念完了嘛 還有跟家人溝通 對 所以真的 我媽媽跟我妹妹 要不要講講看這個部分 她們很怕 她們就是會怕壁虎 像我個人是只怕老鼠 我是會怕 其實她都不怕 什麼鱷魚蛇什麼都不怕 是 那她們就是什麼都怕 對 那當初她就很小隻的時候 就很像壁虎 壁虎 壁虎的樣子 我妹超怕壁虎的 所以我那時候 我也是跟她們就是 尊重她們 所以我有告知 但是我 有時候我尊重她們 所以我搬離開 因為我要養 我覺得跟她說 我會全權負責 所以就不需要她們處理 可是我也是 難免會省得出國一些 可能要幹嘛的 對 也需要 所以我就會離家 但她們就需要人家幫忙餵食 對 當然 我還記得我媽那時候 跟我妹就是全副武裝 然後她們就在那個飼養箱 就像養甲蟲那種箱子裡面 是 是 然後她們就是要幫我 給她菜而已 對 她們都丟 頭籃 還以為還要用釣魚線放進去 她只要一動 然後她們兩個就尖叫 我妹還拍影片給我看 她說太誇張了 是 可是長大 可是家人就是這樣 只是我一直跟她們講 然後跟她們溝通 然後她們從一開始無法接受 到她們愛死她 對啊 所以這就是家人包容的愛 她就是敢去抱她 然後去摸摸她 我媽說她從來沒有想像過 她可以跟她睡 就是在她身上睡覺 她小時候就是趴在我們身上睡覺 是 對 所以其實 寵物可以訓練 人也可以訓練 對 那個是訓練包容感 真的 包容感 就像我們家老婆 她以前說她不敢摸有毛的東西 我就正想問 是 我就想說 那好妳這輩子就不用穿貂皮大衣了 應該也沒穿吧 她穿起來像猩猩 你完蛋了 你真的 真的 我真的 我覺得連律師都救不了妳 不過後來呢 她後來就是 怎麼接受 我們上一次 上一次是長毛疾王 長毛耶 對 她後來就 漸漸的就習慣了 然後就開始回去摸她 但是她不會像 我跟我小孩這樣 對狗就是說 表示那麼輕力 就是說會抱著 會怎麼樣 會幹嘛 她基本上很少見她做這樣的動作 但是我都還記得 我那隻狗 她後來生病了 然後她離開了 那天早上 我們兩個 就開車 送她去那個要 然後我們兩個就哭得很傷心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妳好像也沒付出太多 妳哭那麼多 妳話不能這樣講 有時候 同個屋簷下 對 對 我覺得那個表達情感的方式 可能大家不一樣 對 然後像現在講這隻 牠就會比較那個 牠下班的時候 因為我們這隻狗 也真的有那個 就我不知道 我沒有教牠 但牠就有那個習性就是說 牠有時候就整天會在 我們樓梯 對 牠就在門口等 而且晚上 人沒有全部回來 牠就不上來 好怪 真的很有靈性 對 真的 牠會這樣子 難怪真的就會被很感動 對 我從小就課本裡頭都會有那種 中拳的故事 還會有靈拳的卡通 其實我每次看那個 狗也不是我養的 我都哭了半死 真的 對 所以這個真的不能這樣講 每天那種日常的去生活著 對 其實就像我們家那個甲蟲 甲蟲不會說話 而且甲蟲更奇妙的是 所有的寵物都不會說話 對 牠沒有辦法回嘴 所以牠為什麼會這麼受寵 就是你怎麼講牠 你怎麼罵牠 你怎麼那個 牠都可以一部很無辜的表情看著你 對 這就是最可愛的地方 說到這個我要分享一個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有的小孩 甚至成人 就是看到綠綠 綠綠 他們第一件事情都會問我一件事說 牠會不會講話 我就會反問牠說 狗會講話嗎 不是 你希望牠講話嗎 牠講話你們不會嚇到嗎 那狗 會講話啦 牠會出聲音啦 牠會嗡嗡嗡嗡的 你可以看到牠們可能有某種特樣的情緒 我必須要分享一件事情 我有個朋友牠養了一隻狗 可是那隻狗有一陣子情緒都心情很沮喪 很沮喪 真的就是都不反應 然後牠們就帶牠去給那個寵物 溝通師 溝通師 對 看怎麼回事 我知道 對啊 結果你知道嗎 那個溝通師呢 就寫了一篇報告 就給了我這個朋友 他說 不好意思 那個你們家的這個愛犬說 你媽媽都會偷偷指責她 趁著你們不在的時候 說她的缺點數落她 還有你有一個朋友 頭髮短短的 然後長怎樣 她每次來 對 都會趁你不在的時候 刻意的捉弄她 然後最近 最近你媽媽來了幾次 那一個朋友也比較常來 所以她最近覺得很沮喪 然後但是她又不想跟你投訴他們 然後也不好在他們的面前做出其他的表現 怕他們覺得你沒有把我交好 寫了一篇報告 我跟我那朋友說 真的嗎 真的嗎 我真的覺得天啊 這 太神奇了 對 結果我那朋友說 的確是有這樣的朋友 而且媽媽真的最近比較常來 但是她不知道她媽媽會趁她不在的時候 念她 然後她也不知道她那個朋友會去捉弄她 她都不曉得 對 可是她把媽媽的樣子跟那個朋友的樣子描述 描繪得非常活靈活現 對 我那時候還跟我朋友說 她可以跟小孩溝通看看嗎 說不定她也可以溝通出小孩的 對啊 的一些想法 有點像通靈 通錯的通通狗 對 所以你說怎麼不會講話 那篇報告我那朋友還給我看 毛小孩就講很多話了 對 我覺得 他們有他們溝通的方式 所以誰說他不會講話的 那是你要找翻譯啊 很特別 你跟老外講話也要翻譯啊 還不是要找人翻譯 那就是老外嘛 所以寵物本質上就是一種老外 那 可是像他們 這樣解讀也算 他們是沒有聲音的 他無色 無味 無聲 然後他也沒有臭 沒有味道 一滴聲音都沒有嗎 真的 他只會發出 他生氣的時候會發出氣音 可是就沒有聲音 我後來才發現烏龜有聲音 我知道 烏龜有聲音 而且烏龜 可以去養養看 龜齁 真的他們會有一種 而且烏龜的聲音更大 更大聲 更大聲 他應該也是一種氣音 對 我覺得應該是 可是就是有朋友加油養 我就發現其實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家裡頭的寵物 開始 我們開始那個小孩 自己家的小孩都離家了 現在變成要跟毛小孩在一起 所以養小 養寵物不是為了孩子 其實是為了自己 可是我有 我真的有朋友就是幫孩子去遛狗 遛到養狗 因為狗是不是真的每天都得 都得出門 我對我們家狗沒有這樣子 真的嗎 我覺得可能有些人對狗會 對養寵物一定要求要怎麼樣怎麼樣 對 是 那因為我從小養寵物 我就是 隨性的 懶啦 我這個人基本上就是懶 我們講隨性好不好 所以就 也沒有說特別 有什麼事情 然後就一直要請帶著他去看醫生 或幹嘛 因為我覺得如果是這樣子 其實對一般的家庭來講 對 你養個寵物 很負擔耶 對 有時候之前就 聽說那個 不知道養一隻 人家養一隻什麼 那個老鼠 比較大的老鼠 然後在夜市買一隻 好像買了幾百塊 然後後來到 回家就生了 沒有 到獸醫院那邊看了 為了舊那隻花了四萬塊 喔 哇 還有沒有寵物健保 然後 我要寵物健保 我覺得我們中華民國 可能會倒 真的 真的 然後現在就說 我覺得應該還是有一種邊界吧 因為 像我去看寵物店裡面 給貓狗 他們那個洗髮金 比人的都貴 太貴 對啊 真的 然後 我帶我兒子 就是帶我兒子 然後我們帶狗 要去洗澡 然後那個 櫃檯那個人員就說 你們家狗要洗 然後要加什麼 加什麼 我說那這樣子 通通加起來要多少 他說這樣加起來要三千塊 是 真的 我想到了 我大學的時候 我的七神神 七神神 養了一隻紅貴賓 我們再來是紅貴賓 紅貴賓 對 那隻紅貴賓我就問了他了 我說 神 這隻一個月生活費要多少 他跟我說 要五千塊 我大學的時候 是民國七十六七年的時候 大家都馬上知道你的年紀了 沒關係 大家數一數 我相信算數不好 是是是 我一個月的生活費是三千塊新台幣 沒錯 那隻狗的生活費比我還高 要五千 但是我可以接受 因為牠叫貴賓 不是 你就知道說 古人說的話都很有理 是 人不如狗 我以為 這是古人講的 我以為你要說什麼 貓來烏狗來 所以那一次 他跟我講那一次說要三千塊 然後我就看著我兒子 我真的是長得比我還高大 我說 要不要你進去洗 也是小犬嘛 小犬 而且那洗的可能比那個spot的還精緻 你知道嗎 真的 那我們洗spot出來 可能還要自己擦乾嘛 對 他可以坐在那邊 然後幫你吹乾 不過我覺得士華就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點 其實羊寵物真的還是要量力而為 沒錯 對 因為有時候真的是有愛嘛 那當然如果家庭負擔 負擔得起 沒問題 那我覺得一家人嘛 就是同甘共苦 是的 是的 也不要說什麼 全家 欠當內都 對 然後就為了 要給忙小孩 不會啦 他們會付這樣的消費 一定有這樣子 有賺這樣的錢 所以人家就說 真的是什麼狗來付嘛 對 可是只是 偶爾有時候想一想 就是說 當然我們社會還是有其他很多的社會問題存在嘛 對不對 那 動物 它跟人類 我們畢竟是要 我個人的感覺 要有一個區隔線啦 對 重視你再愛它再怎麼樣 都是 都是 還是要記得 對 就是 還是要把人養好啦 對 家裡頭的小孩還是要先養好 對 家裡頭的長輩還是要先照顧好 是 真的有些人真的會對一些貓的味道啦 狗的味道 好醜耶 真的是 像這個美琴老師的先生 真的對那個狗狗的味道不行 不要說硬養一隻要訓練它嘛 對 人家已經 就已經是每天都已經忍 他已經很忍耐了 忍了七天了 不過我是覺得是說像 仕華 像您剛才就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您的這個 上一個毛小孩離開的時候 我也是聽到耶 很多人對這種毛小孩的離世 其實是不敢再去養 我現在身邊很多朋友 是 看到我在養狗的時候 然後就 就會問 他們非常喜歡我這隻白柴犬 對 我們那隻白柴犬也很會喜歡那個社交 我也很喜歡 他社交做得很好 真的 我們隔壁可能不知道我叫什麼名字 可是知道他叫麻吉 叫麻吉 是 是 你看他公關做得多好 但是那個 我們不要說寵物嘛 我們人跟人 總是來去 都是有的 都已經很不捨了 然後有很多人是會因為他們在 其實我覺得養寵物的時候 有很多時候是我們單方面投入很多情感 對 對 沒錯 像你可以讀他讀三年 對 他回頭看你 對 就那麼一瞬間 好怪 這種緣分 我剛剛就講嘛 我就說為什麼講到聲音 我說甲蟲都沒聲音 可是而且他大多數的時間都在圖裡面 圖裡面 你看得到他的時間很少 而且也不能拿出來玩 就只換圖的時候 對 而且也不能拿出來 可是他們真的走了的時候 我就盯著看在那裡就說 這樣就沒辦法 怎麼會這樣 就是我們會單方面投射很多感情 對 然後那個就是說 當他們離開的時候 你會變成 你會有很多人是覺得無法承受 無法接受 而且是投入太多的感情 對 我滿多朋友也會這樣 什麼障什麼障什麼障 到最後就是你的那一個心都過不去 是啊 我有一個朋友真的 狗狗都已經走好幾年了 現在只要看到別人家的狗 他眼眶都泛紅 一定會的 對 然後後來還去打造了一個項鍊 用那個照片去雷雕了一個項鍊 就掛在自己脖子上 然後我就跟他說 算了都這樣 你要不要重養一隻 我的想法是那種 對 我說你要不要重養一隻 結果他跟我說 你怎麼這麼沒有情感 怎麼可以隨便找一隻 就想把它替代掉嗎 趕快移情別戀 對 我心裡在想 我的天啊 我今天是看你很難過 想說再來一個 可是很多人是不敢再去養的 對 而且他會跟我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輕易 我說也沒輕易都這麼多年了 重點就是他養的不夠多 其實我可以理解 因為以前我年輕的時候養鯨魚 兩隻 每一隻也是每天跟牠們講話 鯨魚耶 啵啵啵我就跟牠們講話 這樣後來 她的機翼只有五秒七秒 鯨魚活不久嘛 對 那每一次我都還要帶去 我那時候在台北 我都還要帶到那個大安森林公園 找一棵樹 去幫牠們 樹葬 喔 真的 對 然後結果 結果 我後來就想通了 養不夠多 兩隻不行 我現在改養什麼 紅蓮燈 幾十隻 然後再加上幾十隻的蝦子 紅蓮燈少了的時候 蝦子就會處理掉 對 一個生態循環 而且少了哪一隻妳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對 所以就是要養多 對 結論就是要養多一點 多到妳數不清的時候 聽到妳的聲音 綠綠已經躺下來了 妳看已經睡高 剛剛綠綠的媽媽有說 露下來回去當睡眠曲 對啊 睡眠曲耶 綠綠的媽媽有說 綠綠喜歡高音頻的 對啊 那我這個音頻應該是 過高 非常好 我要回去控制我自己 我請問 現在還可以去領養嗎 不行 現在政府 我是趕在最後一批 追播了 四年前 好吧好吧 那我今天的那個 Happy回家不會有行動吧 可以多看 我看就好 那我們是呼籲政府在開放 是 對嗎 因為我剛剛就想說 既然找到這麼合拍的寵物 對 所以呢其實大家就知道說 其實我相信很多人的家裡都有寵物 很多爸媽也會為了要不要寵物 這件問題去思考 而就會去想說 對 我想說到底這是誰的責任 這是什麼 其實我真的覺得一家人在一起 如果寵物能夠進來 他也就是家人 對 沒錯 對 他也是家人 毛小孩嘛 要養 要增加一個外星生物 當我們的小孩之前 那你可能就是要對他做一些認識跟了解 還有做功課 對 父母跟孩子 要一起來了解 對 那不能說這是你要養的喔 那以後你要負責 對 不能單單只是這樣 是的 因為同一個屋簷底下 沒錯 是吧 所以今天我們真的很高興 有釋華來跟我們分享 狗狗這種平民式 是 一般的我們很認識的 對 那當然我們也來了這個綠貴妃 對 聽說他的網路令稱 你叫他綠貴妃 他頭就抬起來了 因為他在網路裡頭很紅 是 對 他的令稱就是綠貴妃 是 那真的是很特別 很特殊的一個狗狗 而且超配合我們整個露營 對 好乖喔 真的 將近一個小時耶 對 所以今天節目最後來 來 釋華再跟我們這個 分享一下你的感言心得 來個小總結吧 我 你不要跟我們說 羊寵物比你娶老婆好 這樣我就不要 對 來 這句話是你說的 對 這句話是我說的 對 這句話是我說的 真的是我說的 他從食招來了 哈哈 我沒有老婆 哈哈 來請 釋華 我覺得羊寵物在我的人生來講 對我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因為我大概從 我從小的照片裡面 就經常就有寵物出現 真好 然後我覺得就是說 那個他帶給我的 生活上的那個品質 就是說照顧那些也沒比較差 然後 但是他會給你很多的感動 那對你的家庭經營呢 我們家就是那個所有 沒有共同話題的時候 就每天圍繞著那隻狗 說他今天幹了什麼事 真的 核心 你看那個黏著肌 對 真的 反而是一個家庭的一個 團聚力的開始 對 家瑩呢 你正要有新生力軍進來 對 我覺得他們是很好的一個 就是生命教育 因為像我這種寵物比較特別一點 所以其實有人會害怕或什麼的 可是我們都會 我們會知道一個共同點就是說 因為你不了解 所以你會害怕 可是你了解的 孩子們跟他互動非常好 然後他又 我是滿特別的 今天就是說 我們教室有些特別的孩子 像自閉或是說 高功能的 或是說一些障礙的孩子 是 跟他們超好的耶 OK 甚至不會講話的 就是他有狀況 但是他不會講話的孩子 會跟他講話 可是我聽不懂 他們講他們的 真的喔 就是他們之間那個頻率 其實寵物就是可以 有點療癒人心 其實真的 其實我們都是因為陌生而恐懼 對 其實像自閉的孩子 或特殊的孩子 也是一樣 也是因為我們陌生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些 不一樣的反應的出現 對 不了解 不了解像孩子的心理 對 我也希望我們有一集 也可以聊聊母親 在跟特殊小孩之間的互動 所以今天真的很高興喔 我們士華跟家瑩兩位 來到我們現場 為我們帶來了 家庭生活裡頭 有寵物的一些互動 是 跟想法 讓我們就聽到不一樣的一個版本 沒錯 但是也不要衝動喔 你今天看了很感動 不要立刻就行動喔 要先做好研究 我現在是要講給我自己聽的 對 好 那節目最後 我們還是要對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說一句我們節目最重要的一句話 有快樂的媽媽才有快樂的小孩 謝謝大家 謝謝